沒有觀眾的運氣是可惜 但是可以表示大家的 無限的支持 你旁邊的人對你無條件的支持 他多遠,他在哪裡 你都會感受到他對你的支持 我今個月31歲了 我已經31歲了 去奧運就31歲了 練得辛苦一定會哭 不是,練得辛苦到一個點 你會做些甚麼都會哭 我試過一邊踩,一邊哭 都不知道自己在哭甚麼 踩踩一下空式會哭 或者踩踩一下聽音樂會哭 我想都不是一件不好的事 你不在乎就不會哭 你不會為了他哭 有個說法 就是你越努力就越幸運 這四年來說 我都算是幸運 我又發生過這麼多次意外 我都可以站起來 受傷了之後 你還要去衝 你還要去搏 其實我們這個運動 有一定的危險性 你是高速去 還要跟其他人爭 都是那句,懂得閒如抵得河 你要去到別人去不到的地方 你就要做到別人做不到的事 第一,我想做出自己200米資格賽的撇避 奧運對不同的運動員有不同的意思 我第一個奧運 我不會給自己太多不必的壓力 第二,我想去外出 我想跟自己說 這真是驚訝 我不想有任何悔 我想享受自己 如果那天休息不需要練 其實是因為我們有很多時間在練習 當我們練習的時候 是有些少許忙 疫情嚴重的時候 我們不能出去走 只能在體院中找一些興趣 畫畫、彈琴、沖咖啡 就是找些事情令自己 distract 畫畫我從小到大都有畫 畫畫和彈琴 我從小到大都有做這些事 原來這裡還有舊東西 這麼多舊東西 我快要放棄了 我的耐性快要沒有 我就有點沒有耐性 一來可以練習自己的耐性 但沖咖啡這件事是比較recent的 是這個疫情培養出來的沖咖啡 我們單車隊其實香港單車隊是香港咖啡隊 每個人都玩咖啡 我們上個月有個S.I. Sport Science咖啡師大賽 然後有個S.I. Sport Science Staff贏了 我們有個Double Blind Tasting 很scientific的 還有我又喜歡喝咖啡 做運動員很需要咖啡人 我想說 我是S.I. Lockdown 首席咖啡師 我的房間經常有很多別人的咖啡杯 每天早上做 不是每天早上做 他會之前晚上下點 給我咖啡杯 早上吃早餐時下杯咖啡 最recent的Loyal Customer 是風範的陳希文 因為他現在在體院練習 他上一次Lockdown 和我同一間房間 因為知道我有個咖啡機 所以現在我們不是一間房間 但他也會給我一杯 我們沖咖啡給他喝 李嘉文在退役前 有常常在我一間房間喝咖啡 927咖啡 六杯 真的很搶 我要停止接單 六杯的時候 搶到要較早的鬧鐘來喝咖啡